彩排名 大家好 我是賽斯教育基金會 高雄分會的主任 黃久芳 今天很高興來這裡分享 我們基金會做哪一心事 那我們現在目前有一些朋友 就是癌精病人来到我们这里做日间照顾 那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病友做日间照顾呢 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病友的身心健康的问题 是非常的需要在情绪各方面的调理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这个部分 他们除了在医院做完所有的化疗放疗 还有一些所有的手术活动之外 他们的内在是非常的恐惧跟害怕 还有他们很多很多的心理的问题 都没有得到一个很适当的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出口 然后刚好我们基金会在这个部分 有很深的专业团队 来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服务 所以我们会免费的让所有的病友 来到我们基金会下午的时间 然后我们从下午1点 下午2点到下午的5点 那这段期间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们都有一些专业的人员 来帮他们做一些心理调试的一些课程 或一些活动 下星期一 我们就会带赛斯心法的一个 我们为什么会创造这件事情的实相 这样几个课程 让每一个病友慢慢的了解 为什么我会创造这次病的原因 改变自己的内在的一些心理机制 然后星期二呢 我们有一些情绪释放 因为很多的病友 很多的恐惧害怕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输解 所以我们透过静心 透过一些情绪释放的活动 让人心里有一些郁闷的地方 情绪有一个出口 让他们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些 调试的机会 然后星期三我们有一些上一些光的课程 然后透过光疗 让我们去处理他们的情绪体 跟身体意识细胞的一些负面的能量 然后星期四我们透过一些活动 或一些心灵庇话 然后透过话来自我探索 那星期五我们有一个身体密码的读书会 让他们通过这本书去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身体的康复的情形 还有我们的疗愈 身体有个疗愈的能力 那大部分我们都会在帮助病友 让他们知道身体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内在有一股很大的心灵力量 可以开启我们身体的潜力的 所有的细胞的意识能量独立感 这是我们基金会在对这间照顾的一些病友呢 这一部分的服务 那很多病友在家里他会胡思乱想 那如果他们能够来到这里 第一个对他们的家属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主要的经济照顾 主要的照顾者都是在工作 可能他们没有时间照顾他们 也让所有的照顾者能够喘息的机会 让把他们的家人来到基金会 能够让我们有适当的照顾他们跟服务他们 所以在家属方面他们也得到很大的放心 能够让他们很放心的去工作 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可能身体上没有那么压力 因为照顾病人是非常压力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家属的心情 能够分摊他们一点烦恼 是 是 是 还有 还是 不是 这 是 的 这个 polished 是 这样 呢 这么